大家好 今天是6月4號 星期五 故事還是比較繁複 而且恆生指數再進一步往下 創了這個月的新低 我們先看一看 早段恆生指數先低開129點到28837點 曾經一度下調到28737點 相對昨天來說 指數再進一步回調2829點 當然也是創了這個新低 由於主要南籌還是比較穩定 而且一些回穩的買盤又在出現 結果指數有一點點的反彈 直到目前大概3點10分 主要水平指數曾經一度在今天 是反彈57點到290023點 當然現在指數是大概在29000點 主要水平進行一個整顧 其實來說股市走勢還是比較正常的 因為我曾經說過 從5月14號的低位27715點 上升到這個月2號的高位29490點 其實股市已經上升了1775點 出現一點點的微調基本是很正常 尤其是在高台成交真的是不足夠 變成來說有一些在低價買回來的股份 一定會在高位一點一點的回吐 我們再看一下 6月份暫時來說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指數是從2號的高位29490點到今天暫時的低位28737點 等於說這個月的跌幅有753點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是絕對不可能在三個交易天氣內出現 還有753點的波幅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在6月份信下交易天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給我們看到 問題就是更低還是更高 好啦 要是在6月中之前 故事輕輕地往下先見一見低位的話 其實也不是壞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4月份就是先低慢慢的發展成為後高 那5月份也是一樣 現在14號先見低位在27715點 往後就一直反彈到29336點 那到6月份 要是在月中之前少了漸漸低位的話 我覺得問題真的是不大的 當然由於在10天線跟100天線都是比較接近29000點 幾乎是只要有一點點的明顯的反彈 就會跌圈10天跟100天線 可是這個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 從技術上來看 比較關鍵的還是50天線 大概在28681點 幾乎是跌圈50天線 就有一點點的好像不太舒服 不過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不要跌圈5月14號的低位27715點 現在距離這個低位還有差不多是1000點 我覺得暫時真的是不用太擔心 總的來說 6月份要是在2800到29000點出現一個低位的話 感覺上好像還是有機會再進一步往下推的 問題就是股市要是回升到29000以上 我們就要看成交方面到底足不足夠了 要是成交方面還是比較保守的話 等於說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因為現在股市不是在26000到27000 也不是在27000往上看28000 現在是29000 再看的一定是3萬點這個大關 說真的沒有足夠的成交 沒有足夠的動力 股市要推破3萬點 我覺得真的是不太容易的 只是6月份怎麼樣也是半年節 我覺得資金還是有一點點的回穩的布局 再加上7月份普遍的看法還是看得比較正面 所以6月份要是有一個先低的話 老實講真的是技術上來看 是有機會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後高的走勢 就像4月份跟5月份一樣